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我们赢就在知识时间差 就像我们抓住独角兽的尾巴一飞冲天 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我说知识的即时性就是隐形翅膀 各位策略家们准备好你们的翅膀吗 让我们在人生赛道的天际上一盏飞翔 拿起你的耳机 让我们这一趟精彩的冒险开始 哈喽大家好 我是行肖健的陶晶莹 三个礼拜没录齁 三个礼拜吗 有吧 有吧 突然觉得对镜头有点 有点陌生 本来我们那个慢慢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又是我今天的主播慢慢 有没有觉得我们慢慢声音非常的 今天就是有点虚弱这样 对 中气不足 等一下要给他那个人工呼吸 push push 就是下面忙帮我就是加一 加七加七 我可能就好一点 他们是那种第一次确诊 对啊第一次确诊 然后说那种现在什么 吃东西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没有嗅觉 人生没有嗅觉 嗅觉会是什么感觉 就是你真的是什么都闻不到 觉得人生没有色彩吗 完全 我那时候刚没有嗅觉 跟刚没有味觉的时候 我觉得 很不舒服 就是整天很不舒服 就是很妙 你吃东西你只知道他的口感 对 而且而且我现在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当我没有味觉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 就好像有时候 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要吃巧克力 你是不是能还没在他入嘴前 你会有一个感受到他的巧克力的 会有那个味道在你的想像里 苦苦 醇醇 对 甜甜 但是我现在完全想象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味道 所以就有点像薄酒淋吗 就是蒟蒻 蒟蒻你一样有口感 我明明吃过它 但是我现在完全忘记巧克力是什么味道 忘记巧克力是什么味道 医生说这样子要多久 他说快的换要三四周 慢的换要一个月以上 他说这个没办法靠药就只能慢慢好 好恐怖哦 人生没有味觉没有嗅觉 你是怎么发现 没有味道 这是我爸先跟我说的 因为他平常早上会去弄他的花花草草 然后他自己有种九层塔 对 九层塔的香气 他闻不到 诶 然后他就说你闻得到吗 然后我说我闻得到 然后隔天的时候我就跟他 然后就换你了 我就闻不到了 所以我们慢慢现在是戴着双层口罩 没错 为了保护现场所有人 摄影棚这边是密闭式的 密闭式他戴了两层 他已经喘不过气了 还要戴两层 所以今天会有一点辛苦他 他说等一下 他会没有气 我可能这样的会开始 对 好了大家最近好吗 好因为 我真的觉得说 整个世界现在严重的扭曲 然后上礼拜看到有一家 牛角集团 餐饮集团倒闭 牛角餐饮集团还会倒闭 对牛角 然后他底下中他的餐饮连锁 也是十几个餐厅 说倒就倒 一戏之间吗 一戏之间 没有预警 然后还有一个是百月 百月的那个登山 登山用品 对 用那个运动品牌 所以在思考是说 整个业界啊 整个消费市场 他到底缺什么 然后包含AI的浪潮嘛 然后包含消费习惯 这半年中 我听到两派的说法 就是有一派的说法 我们的厂商业绩还是很好的 对 还是有很好的 可是惨的更多 对 80%是惨的 对80%是惨的 然后无论是直播也好啊 团妈团爸 状况也 也开始有 完全是少一个零 对 他说随便先前开个团啊 都会是30万 对 然后还有一个 他说他先前开这个的保健品 每次都就是90万 他说这次好惨 一万 几万 对一万 90到一 90万到一万 然后窗口也说 不知道整个世界好像冻结了 他赚不动了 嗯 有奇怪 90万的业绩到一万耶 而且他这个算是恶团哦 不可能一次下滑了这么 对 就是 你maybe要个五万十万吧 对啊 一万耶 有没有惨 恶团 我在思考是说 因为他这也是电视购物专家的开团 嗯 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厉害的团妈团吧 那个业绩真的是瞬间腰斩 上礼拜啊 我去参加一个那个生技展 然后 然后 我就哇 一进去 又惊又喜 惊的地方是吧 每一家的那个展会啊 现场是一家比一家大 一家比一家澎湃 台自备的 台插身衣 台 说出来 台 这种等级的 那个什么糖啊 盐的那个啊 懂 对对 就一家的一家的那个展会 一个比一个还要大 那不仅他们哦 嗯 就是他们的摊位往后啊 嗯 一家比一家还要来的大 然后每一个都在卖保健品 反正你一眼望过去啊 反正就是红麴啊 然后叶黄树啊 叶黄树啊 对 就是类似这些的 每一家都很精致哦 就光是他那个展会 那个现场 每一个都很精致 然后当然每个都有 不同的license啊 认证啊 什么专利啦 对 临床呀 对对对对 就是这些 那你知道我看过去后 我就我真的愣在那边 我愣很久 我就看着现场 我真的安静不讲话 其实我有点沉重 为什么沉重 我朋友说你干嘛沉重 不是看个展吗 突然在感触什么 对 感触很深 就说礼拜要开始 然后 在营丝作对是不是 有感而发 对就是看着那个 一壶江水 看着月亮 然后就有感触 就有一行三 四行师出现了 以我们行销人角度 因为我们这么多的保健品 每家都很厉害 对啊 那他们要如何做出识别度 对啊 再来 我是消费者 嗯 这么多的保健品 我该如何选择 对 嗯 因为比装潢比气派 很多人都做得很棒 对 确实 总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看 对 所以 案子还没有接到 就开始在那边 烦恼了你知道吗 就开始烦恼后续 我觉得在那边 烦恼是说 如果其中有两家叶黄树 或是三家叶黄树厂商 来找我们 要去帮他们做蓬募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做 才能做出去 对对对 那当然因为我们都认识 很多的原料商嘛 嗯 对我们从原料啊 到生产工厂 到品牌 到销售 到通路端 这一条龙都有帮忙做服务 嗯 所以就一直在思考是说 我要如何区分 嗯 然后去把他们做出差异化 最主要是还要有业绩 哦对啊 漫渔 漫漫 还是要有业绩 刚刚在把他看 哈哈 那我实名至上哦 哈哈 漫漫 这还是要有业绩 对对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就是说 我每一天 漫漫都 他们都会觉得说 呃 办公室永远 我一直在讲电话 一直在开会 真的 一直在开会 电话接不停 因为我平均一通电话 大概都要讲一到两个小时 我想跟你每天 怎么有那么多电话会议 所以我决定 要把我电话内容 录成Podcast 以后 以后人家来就说 来你帮我看一下 第哪一集 哪一集 我就是这样子 你这个问题我知道 你帮我关注我的 第哪一集 你去看就知道了 漫漫 我这一次中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天 每一天都在重复讲 同样的东西 然后原来那天去生气展 然后我们就是 呃 它是一个胶原蛋白生态 然后 在全球中 它也是前十名 真的也蛮厉害的 然后那个老板啊 要跟我讲 胶原蛋白的故事 那一讲 就跟我讲一个半小时 他跟我说 欸里我告诉你哦 明朝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在用胶原蛋白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看那个座桥 桥和桥那个砖头连的东西 不是是黏着物吗 那个就是胶原蛋白 我说 啊不就是胶 他说那个就是胶原蛋白 所以啊 人们对于胶原蛋白的需求 是从古代啊 十七十代的时候就有 十七十代 对啊 这给我公购 讲典故 对讲典故 胶原蛋白典故 然后他还要出胶原蛋白 十问 问题的问 嗯 好 十问然后告诉我说 胶原蛋白有多么重要啊 人为什么需要胶原蛋白 生活上中 就一堆都是胶原蛋白 对 然后我大概就要很认真 就是听他 就是讲一个半小时 不过真的也有所学啦 因为他说胶原蛋白 他说的算 在台湾啊 哦 那就是胶原蛋白之父 目前 对对对 他就想要去玩 玩这一个 我们就又遇到一个状况啊 嗯 我今天到底要卖你的 这个商品 还是拱你 还是拱他后面的代工厂 嗯 因为他是一个日本很知名 就是他是原料厂 然后就帮人家做成 那个胶原蛋白 的相关的产品 嗯 他是原料厂商 很厉害的厂商 很厉害的厂商 在日本中川第一大 嗯 就是你今天 来啦 你要拱这个老板 我们叫做IP吗 因为他是 加原蛋白之父 嗯 对对对对 他自称 没有刚刚我帮他取航 台湾 对啦 就是他在某一些地方中 他的确是有权威的 那我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啊 你今天要拱他老板 才是要拱他后面的代工厂 因为他代工厂 你真的很厉害 他的原料厂商 才是你要拱他的品牌 慢慢 他只有一笔预算 他只有一笔预算 只有一笔预算 应该会要拱他的品牌吧 拱他品牌 就是他这个商品的品牌 对啊 对不对 对因为 你拱品牌 他才有办法马上有业绩 对啊 马上能卖啊 对 可是其实彼此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啦 老板也代表这个 对嘛 创办人 代表这个品牌 这一支 想像他是 蜜桃胶原蛋白 想像他是蜜桃胶原蛋白 你直接拱商品 商品可以直接变现 对 可是你拱老板 呼 你是谁 对 我还要先认识你 认识你以后 再去认同你的成分 你的效用吗 认同 然后再认同你的产品 再去认同你的产品吗 再看你的产品的性价比 你产品可以帮我带来什么吗 就是 一个品牌他要推啊 他有太多东西 嗯 需要下去讲 可是往往啊 老板中就有一笔预算 再来再来 一个开家很知名的面膜 这面膜大家都一定有用过 好 很知名的开家面膜 这一次开会的时候很妙 好 第一时间内的时候就跟我讲说 来来来 Elly Elly 我跟你讲 我今天有一个新品的面膜 好 请你针对新品 去帮我做一个市场推广计划 好 OK 那我很认真的啊 去设备一下 新品要有什么样的差异化 对市场去推 好 OK 我已经准备好提案了 下周我们要去提案的时候 他说 不对耶 Elly 我库存还有两万片 还有两万片 一个味道两万片 十个味道就有二三十万片 嗯哼 我觉得这样不对 我们应该要先来清库存 那Elly 请你针对清库存做行销方案 嗯 好 好 没关系老板 都这么说 对对对 方向改变了嘛 好 然后再来 好 然后很开心 然后我们内部中又很努力的再 再去调整提案 嗯 要再去提案了哦 他说 不对 又不对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觉得啊 爆品要更爆 知优生让他更知优 我应该要把爆品拱到爆 让他就是带动我其他所有东西的销售 嗯哼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这三件事情 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对 也都需要做 那各位客观 先做哪一个 先做哪一个 我只有一笔预算 嗯 我们讲说母鸡带小鸡 这是势必的 就像我有两个儿子 嗯 他们就是两个不同个体 对啊 你是不是要因材施教 对 就算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教育基金 假设 嗯 可是我还是要给呀 对 好 就像我的小儿子 他的背诵能力很强 我就让他英文再学多一点 嗯 现在就是全学全美 然后哥哥对于那种 机械领主机那种结构性啊 机器人 对机器人 然后我就让他下去学 学机器人 可是我不用让他每天塞满的才艺 嗯哼 我只是说有限的预算 我还是可以为了他们做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事情 对一点点的因材施教 嗯 因为孩子喜欢 你还是要下去栽培他嘛 今天一样是说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生 新生儿的产品 叫做新品 对 消费者不认识他 嗯 你一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成分 日本研发技术 德国研发技术 你还是要给他一点预算 不能都不给他 他说那可是 哎李我今天有 就是一笔预算 我要做三件事情 一定要有所取胜 对啊 就是先选一件嘛 对 因为你今天找行销公司嘛 你就是花钱嘛 你要嘛有本事就是自己做 对 你的脑袋够厉害 你就是自己做 你要嘛就是叫你团队做 对 所以我一直要遇到啊 就是说 哎李我那个怎么销货 电商行销应该怎么做